去旅行會帶什麼化妝品呢? 其實主要都會視乎那個trip是工作為主還是旅行為主 如果是旅行我覺得就不需要帶太多的化妝品 但去旅行又雖然不需要化妝 這件事就可圈可點了 我去旅行一定會化妝的 因為去旅行會拍很多照片 所以我覺得化個妝,化少少都是必須的 而如果是工作的話 去做事當然要化妝 我覺得這也是一個基本禮貌 所帶的化妝品就可能會比去旅行多一點 不如又看看我上次去上海時帶了什麼化妝品去吧 首先在妝前塗上的就是這款SPF50的Luvist Dermat防曬霜 為什麼要選這個呢? 是因為它的肌底是屬於Gel Base的肌底 即是不是很黏黏黏黏的Cream Base 那這個質地其實真的十分清爽 就適合這個天氣去用 尤其是因為我去的是上海 就比較熱,很熱 所以就選一個比較清爽一點的 不黏身的防曬霜去吧 它會有一個輕微調節膚色的效果 但是就不會說塗完之後臉好像很爆灰的感覺 它就沒有的 其實都很自然 效果會有一點光紋膚色 但其實都不會遮蓋你自己的膚色 我覺得有點像一個很輕薄的BB霜的效果 但它的防曬度就高 而且不黏身 就是這樣 所以我就選了帶它去吧 塗完這個防曬霜之後 然後我又選了哪一款粉底液去呢 那我就選了這一支的 這個就是Clay Depot的粉底 其實之前都已經在blog裡介紹過的 而且在夏度都挺高的 這個天氣用是比較潤了一點的 但是因為就是這麼巧 我臉就做完Laser脫毛了 大家都知道 凡是做完Laser 什麼Laser都好 臉就一定乾到爆 可能敷小陣子都會是脫皮那種 所以在我這麼缺水這麼乾的情況之下 我就要用一些滋潤的東西 所以我就反而沒有帶一些很控油的粉底去 我就反而選了一個 平時我自己是秋冬用的粉底去 就是這一款 遮瑕膏呢 是選了GLOW MINI ROSE的 這一款雙色遮瑕膏的 那不用說了 用它也是因為夠方便 所以就不用想了 那去旅行就帶它 就是想塗哪裏的話都可以塗到 至於碎粉呢 就帶了這一款之前已經介紹過的黃色碎粉去 那其實帶它去呢 最主要原因就是 因為它size9的色 所以就比較方便收藏 還有因為它是不想皮膚 因為剛剛做完Laser 不想用一些太刺激性的東西 還有它有一個降紅的作用 因為做完Laser都是會有 有時候會有一點點紅 不是經常啦 但是早上起床會有一點點 我比較敏感的皮膚 所以這個我就覺得不錯啦 另外呢 我也是帶Fidifishi的 這個呢 就一打開已經是有六款的顏色 那就比較方便啦 有個鏡子 我如果是出旅行的話 其實它呢 都是一個我會經常帶出去用的產品來的 那這個呢 就是一個small kit的組合來的 small kit本身不是這幾種顏色的 那small kit本身應該有什麼顏色呢 讓我想想一下 就是這個這個這個 其實是最早的 這個唇彩是我自己加進去的 為什麼呢 其實我是在我自己的組合裡 就是另一個Fidifishi的組合裡 拆了它出來 就硬塞進去的 所以我就多了一個唇彩了 其實本身就不是的 好了 Anyway 這個就是陰影了 然後呢 我會第二格呢 就是放了一個胭脂的顏色 然後會一個光影的顏色 還有就是一個 就是一個 嘴的lip gloss 所以我也覺得幾方便的 那眼線和Mascura方面呢 都是帶回我平常用的產品 就是這個台灣Akuma的眼線筆 那這個呢 我就用的時候呢 會是習慣畫了在眼截位上填滿了眼色的 然後就用手指輕輕鬆開那個框框 然後再在眼睫毛筋位上畫多條實線 然後就用手指遮蓋眼睫毛蓋上去就可以了 然後這個呢 就是平常用的那支超迷你刷頭的Mascura 好處就是填滿每一條眼睫毛 還有一些小一點的眼睫毛都會掃到 而且都是Waterproof的 那上胭脂碎粉光影的那些呢 那我就只用了一支掃去貫通所有東西去掃的 那這個呢 就是蟲鼠毛的胭脂掃 那我這個是舊版來的 其實用了很久的了 新的就側少少的 方便你可以更加貼合到這些眼底和鼻影的位置 那我這個是舊版 那這個呢 就是陰影啦 就這樣上啦 什麼胭脂啦 那光影大家都知道是用來做什麼的了 那其實呢 一支掃去掃光所有東西 我覺得就去旅行來說比較方便 不用帶那麼多東西啦 那碎粉我也是用它上的 那所以這個步驟就會是呢 先用它拿了碎粉 然後就上了 就是全個臉都好 那它其實都很貼到眼這些位置 而不會睹到眼 就是眼蓋這些位置都全部碰不到 鼻翼啊 那這些毛孔帶的位置它又是完全碰不到 而且它是松鼠毛 所以這個毛質是比較鬆軟的 對啦 就是不會說很實 那樣的 然後呢 就會把它呢 我會先拿了胭脂的顏色 然後呢 在紙巾上面抹一抹一抹掃 再拿光影粉 然後再抹一抹 然後再抹一抹 再掃陰影的 那第二天的時候呢 我又會呢 拿少少的碎粉抹一抹一抹掃 那重新又是上碎粉 胭脂、光影、陰影 那樣 那這次去上海大的化妝品呢 就是這麼多啦 那其實都沒有什麼特別的 只不過在家裡找到 有些什麼 就覺得方便的 就帶過去啦 那護膚品方面呢 我就沒有什麼特別的 因為呢 我通常去旅行呢 就會喜歡是帶些 sample過去的 就是一包包撕開的那些 通常用完都會是 馬上在酒店房 已經用完 所以都沒有什麼好介紹 基本上 手頭上有些什麼 我就會帶什麼過去的 沒有什麼特別的牌子 甚至乎很混合的都會有 就是什麼牌子都會有 反而有件事 我是帶了過去用的 那其實這件事呢 就是街售的美容機 這部機呢 我在香港已經是用緊的了 但是因為我是上了人 用到上了人 所以我就帶了去上海用的 那去到上海的時候呢 我就是這樣 慫恿我同房的好朋友 就叫他用了 那他呢 就聽到我賺到太天花龍鳳了 就是有點不能夠相信 那但是anyway 我是逼他用的 那我逼他用完之後呢 那他就 就是用完一次 就已經覺得是超好用 那所以呢 就不斷問我 就是關於這部機的東西 其實起初他覺得貴的 但是用完之後 他也是決定買了的 那所以其實大家應該猜到 他是有多神奇和美好 那他有什麼好呢 那那部機呢 就大概是2,800多元的 你可以說貴 亦都可以說他比起其他的美容機 其實不算貴 是因為有些很貴也有的 還有那個Average的價錢 應該都是2,000多元 3,000多元 所以其實他又不算是太貴了 好那他呢 就其實呢 主要的功用在哪裡呢 他就沒有導出功能的 就是那些清潔模式 他沒有的 他最主要就是 如果是歸納的話 就是兩個功能的 一 就是用來亂敷的 那因為他本身這部機呢 就是SELSI姐姐說 他是42度 就是可以比較上 是對增生骨膠原 會是刺激到他會增生的那個效果 會是最work的 那這件事我不知道 但是我用了我覺得 那個功效就很美好 純粹是一個用家的意見 我是這樣 是看效果的 就是其實很表面的 那他用的時候呢 因為通常普通的美容機 沒有什麼感覺的 你用的時候 頂孔會可能會 跌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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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 但是其實 你說很有感覺嗎 他就沒什麼感覺 那他是不是在work呢 你可能久不久就要看 你是不是關機了 還是其實他已經在做事呢 不知道 那這一部呢 因為他有42度 都是比較熱的 所以你移動的時候是完全感覺到 它是正在做事的 因為很熱 用法非常簡單 就是這些位置滾 滾的時候會感覺到滑滑 因為這些位置是淋巴位 而且這些位置通常很累 挖下去爽爆 而且暖暖的 這個就是狂刮的 然後這個位置就是向上 這樣刮的 我教我朋友用的時候 就是你的手 刮的時候 其實不要用刮這個字 拖過去而已 拖過去的時候 手臂最好就是跟你的胸部 呈這個水平線 其實是肩膀 你一直這樣去上的時候 其實它可以在瘦面之餘 不知不覺間你的手臂 都會更硬 如果你慢慢這樣做 因為其實都是一個活動 對於你的手臂來講 這樣維持住在你的姿勢 它都要用力 所以其實真的會更硬 而這個用法 繼續回來 就是掛掉頸子之後 這些下巴的鬼鼠 雙下巴的肉 還有這些 蜜邊位 這些位 我會推到鼻翼的位置 鼻頭也不會浪費 我會推到鼻翼的位置 所以我會做完的 例如這些蜜位 我除了這樣維持之外 平時會是這樣推上去 推上去的時候 我會將它像瓷釋 刮上去 我覺得它 因為你可以平面用也可以 打側一點刮上去 這樣用也可以 或者你喜歡這樣拖 拖它上去 拖一些肉上去 所以我覺得 這個流線型的設計是非常有效的 其實全臉 它每一個模式大概五分鐘左右 其實三個模式 就是十五分鐘做完 但我比較貪心 我喜歡見效快 所以我會是 每一個模式都是做一邊臉 做完它 即是不會兩邊臉分享 譬如第一個模式 是一個四十二度的熱流 那這個 溫熱的感覺 我就會是做完同一邊臉五分鐘 然後再第二個模式 做完同一邊臉五分鐘 第三個模式 做完同一邊臉五分鐘 然後它會是 即是再按一次 重新再由第一個模式來過 那我做完這邊臉 第二個模式 再做第三個模式 即是其實我是雙倍時間這樣做的 那有什麼好 見效快 還有基本上 我就借過給我的朋友 即是上海的時候在上海 我會借給朋友用 然後在香港上借給我老公用 基本上全部都是 用完是即時見效的 那我每一次呢 即是用的時候 都是躺在床上看電視的時候用的 那我覺得都不是太花時間 因為它是不需要用完之後洗臉的 可以是用任何的產品 即是塗完你的上膚水 精華素 麵霜 然後就可以用它 用完是不需要洗臉的 它是可以加速吸收 而且它那個V面的效果 其實都很明顯 做完之後 你可以在即時看到臉 這些位置是V 而且這條紋真的不見了 又不可以說不見了 那麼誇張 但它真的沒有了八九成 很厲害 而且這些位置 是感覺到保濕 整個臉其實都摸到是 亂的 不是滑 是亂的 為什麼呢 因為滑 其實你摸下去應該是 很爽的 但它不是的 它是潤窄的感覺 即是亂敷的感覺 很滋 提漏了 它還有一個好處 就是可以做到眼底的 其實它這個位置都很幼 所以你做眼底的時候 就不會說會怕刺到眼 或者是很不順手 我覺得如果你不是說 要一部很全能的肌 譬如我目標就是想亂敷 即是抗老 讓皮膚看上去可以潤窄一些 還有就是想它有一點點V面 那個去紋假紋的效果 我覺得這部會是好玩 可能我真的賺得太厲害了 所以我朋友之前 說不相信我 就是這個意思 但anyway 它用了之後 其實都證實了是真的很好用的 那我是覺得 賺得有點誇張 但其實都真的 我自己的sharing 好啦 今次又分享完畢 我們下試再再見 拜拜